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问一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问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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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的一个交易绩效和漂亮的交易曲线 我们中间看到也有涨有跌了 但是它的曲线的整体呈现出一个向上上涨 它的交易当中并不是像有些EA做成的交易 非常规整的频率向上一个斜路向上 而是说中间有些快一些有些慢一些 这里的营面还是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一个营面 那我们看到说在交易当中 我们五月份的喊单这是它的一些绩效 那截止到目前我们五月份的已经盈利了 有超过一万两千澳币的一个盈利 那浮动盈利的海 这是我们已经平仓的一个盈利 就在六月份的时候已经有 就是跟着我们一起做喊单的 已经有一万两千多的澳币的收益了 这是一些交易的状况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些投资人能够在自己的 交易账户当中体现出我们在课堂上的这些 交易的这些 它的这些交易的状况也和我们走成一个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当中会和大家去讲到 交易内谈讲到新行情的一个设定 会讲到一个解盘 那在最初的时候我想和大家先介绍一单 就是美元兑日币 美元兑日币目前 在这个图形当中有所停滞 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元兑日币会走到一个相对偏空的当中去 那也有投资人说昨天一个大阳线点刺上来 点刺而不过关卡 重新受阻于110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我觉得美元兑日币可能会形成一波下行的走势 当然这波下行的走势走到哪里或者到哪里停顿 那我可能还需要去稍作一些等待 这是美元兑日币的看法 我认为美元兑日币在随着这个行情往上走的时候 可以会出现一些做空的交易的机会 那么我们来看 在交易当中 什么是外汇交易和谁可以去做外汇交易 什么是外汇交易 先来看一下 那所谓外汇交易 叫做forex 或者叫做forex change 或者叫做fx 那我们看到经常好多交易的平台当中 它的名字上就叫fx 那它就是forex的简称 forex的一个简称 那中间还会看到有buy and pay 可以在交易当中去做买卖了 这些都是一些非常 简单的一些内容 包括外汇交易是可以双向交易的 那外汇交易和选择权是有不一样 我们在交易当中是做的外汇保证金的现货交易 好这是我们在图形当中做的内容 好那交易当中到底在什么时间段上合适做交易呢 我们一般来说会在几个时间段上去做交易 那分为东京时间重 还有伦敦时间重 就是欧元的时间重 还有伦敦到纽约的这个时间 时间点 还有纽约的时间重 那每天最好的交易时段 实际上它会在欧洲盘开盘这一段时间上是每天最好的时间段 也就是我们每天晚上澳洲时间七点到八点 北京时间五点到六点这段时间 通常就是欧洲盘交易的行情 这个时段上它行情走势最清楚最明显的一段时间 是最值得我们去做交易的一段时间 这是我们看到的 每个时间段上走势也是不同的 那有些人就问说 天文老师这个行情的走势又如何通过一些技术的方法和手段 来去了解到它的这个波幅呢 我们经常在交易当中会使用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就是我们使用这种平均波幅的方法 然后去测量它在这一段时间上可能的一个波动的幅度 那这些波动的幅度 有些时候大 有些时候小 比如说我们在四小时图当中 我们插入一个技术指标 比如说我们在四小时图当中插入一些技术指标 那这个技术指标了我们把它叫做ATR技术指标 Average True Range的这个技术指标 ATR这个技术指标 通常情况下我们在选这个ATR指标的时候 会选择15 我自己也会选择15 当然有些东西选择14也可以 我是自己习惯选15 因为15这个值呢 相对来说它在日内也好用 在四小时图也好用 都是还算不错的 那这个值我们就会看到说 它会看到说在每天或者说每周或者每个时刻 它在那个时间段上 它的行情的平均波幅 我们会在这里会会看到 通常情况下亚洲早盘出现的时候 行情出现的时候 它行情是波动比较小的 那我们看到每天行情走到 走到后半段的时候 它的行情就是每天走到后半段的时候 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波幅了是比较大的 是波幅相对比较大 特别是如果说你把这个平均波幅的值 这个数值取得更小的时候 这种现象会更明显 比如说你取得它取得五 就是最近五节进行平均的话 你会看到每天通常情况下 这个行情当中会形成两个峰值 会形成两个峰值 一个欧洲时段的峰值 一个随后每周时段的峰值 会有两个峰值 那这些峰值表明说在这些地方行情的运行是比较快和急的 它的这些时间点上它的运行的速度 它的快速时间的运行的速度是比较快和急的 所以在这些时候 我们也是我们的 也是我们的交易做的比较平凡的 为什么说行情走得急 我们交易做的平凡 行情运动的比较急的时候 往往给予我们说 在这个位置上行情有基本面的推动力 或者有技术面的推动力 这个行情就容易走出一些比较快速的一些走势出来 反倒说如果说这个地方 它是亚洲盘时段或者是太平洋岛国时间 往往会出现说在这个时段上 他们它的交易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慢 交易的速度是非常慢 那么每天它的这个行情会从 我们现在的时间 就是当北京时间走到五点的时候 对应的伦敦时间是它早成的十点钟 那么反之说如果再往前走两个小时 它在北京时间走到三点钟的时候 对应的我们的伦敦时间了 就是我们现在的八点钟的时间 就是八点钟的时间 那就是行情动得比较快的一个时间 行情动得比较快的一些 两个小时之前是比较快的 所以每天我们会看到 行情走到每天当中的 就是这个位置的时候 然后再往前 这是小时图 再往前走两个小时的时候 这就是伦敦开盘前的这个时间点 往往是行情运行的比较快的时候 往往是行情运行比较快 就是当你走到十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两条线都是十 都是会产生新行情的时候 我的这三条线 那我再画一条 这是再画一条 是第四条线 就是这几条线 所对应的时间 都是英国伦敦开盘的时间 我们会发觉 在这些时间点上 都是容易出现行情反转的这些位置 举例来说 我们做一些 跟大家做一些举例 我把截图软件调出来 然后第一天的十点钟 也摆在这里 那我们刚才说 当他这儿显示十点钟 两个小时时间之前的时候 那对应的是 伦敦时间早晨八点 八点伦敦开盘 那这个时候 往往会走出一波 与原有行情反转 或反复的行情 那我们来做这个动作 这些行情 这些理念 我觉得都是一些 很多人在很长时间上 都没有感知到 他会感知到 每天在这个时间上 行情走得比较快 那为什么走得比较快呢 伦敦开盘 行情 加速 伦敦开盘 行情加速 还有 常有 反转 经常会有出一些 反转的 反转的行情 会在这里出现 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天 在这儿走出一个小高点 往下走的小高点 那第二天 在这个位置上 走出一个单根的大阳线 那这是 第二天的时候 在这儿出现了行情的反转 在这里出现了行情的 完全的一个反转 那我们在 第一点 我们把它说 第一天在伦敦开盘的时候 出现了反弹行情 第一天的反弹行情 那第二天的 第二天是个反转行情 第二天的反转行情 第三天的是大型阳线的行情 或者我们第三天 其实是冲高之后再次去回落 那第四天的是 是今天的行情 每一天我们注意到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往往会出现一些变化 这个时间点是下午三点钟的时间 下午三点钟的时间 两点到三点 那悉尼时间 四点到五点的这个 时间的时候是 欧洲盘刚刚开始 我们把它叫亚盘 实际上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欧洲盘刚刚开始 另外我们也在这里顺便问一下同学 好多同学 报名 你这些同学 愿不愿意把这个课程的时间 放在早晨 大家也可以跟我来去探讨一下 我自己想说 把我们的亚洲盘 真正放在一个偏早晨的时间 让我们同学 从早晨开始 就可以听到一些正确的方向指引出来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 那有投资问到说 Kam老师 我需要问一些具体的问题 黄金怎么操作 具体的问题 黄金怎么操作 包括今天我在 我在我们 就是成都办公室里边 又有投资问到说 Kam老师 黄金怎么操作 我的黄金什么时候是黄金 走到下面走不动的位置 那我经常会有一种预感 这些同学 往往是在交易当中 有黄金的 有黄金单在手当中的 那我们自己也有黄金的单 那在今天的时候是指引出场了 破维下去指引出场了 那黄金在目前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在 包括我们在昨天去谈起的时候 也说黄金是一个比较明星的货币 黄金应该积极交易 黄金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是逢高做空的 黄金的目标位置是在1250 甚至它会今年走出一个大型运行的底部的位置 那这个底部的 这个底部的位置呢 会出现在1200 就是重新回到黄金 走那个1200 黄金走1200 到下方 就是1250 1200的这几个位置 所以今天黄金再次破位 走出了一些破位的行情 我们的单出场了 不过你请注意黄金是明星货币 黄金是明星货币 那这在我们今天的时候 也给出大家的这些交易 交易的建议 每股是明星货币 黄金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交易的 币总 所以黄金我认为是高位的空单 那目前我们看到说 黄金好像没有出现一些交易的机会 是因为黄金在今天的时候 今天的时候 它点次上高点就会出现这个交易机会 我们是只赢出场 所以你看不到它的中间的交易单 假设没只赢出场 或者说假设今天入场交易 我们就会发觉在今天的行情当中 有黄金最佳最佳的入场点 趋势型行情运行过程当中 给予你的最佳入场点 在中间在这里的最佳最佳的入场点位 几乎一点点到这个位置 向下的运行 就在这里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M模板 对不对啊 好多同学说M模板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M模板 那在趋势型行情当中怎么做呢 就执行M模板 所以它中间就单纯的向下做M模板 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交易的 理想的一个交易的图形 所以在交易当中我们会看到说 从现在这个跟K线开始 往前两根K线 那在这个十点钟的时候 这一段行情就是欧洲盘运行的行情 这是欧洲一开盘行情 啪一下下去了 那这个行情就开始走了 好的图形就开始运行 这一波走势就出来了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看到的 这一波的 这一波的一个单边的一个下跌行情 所以我觉得黄金还在一个完整的下跌走势当中 甚至还出现了下跌当中的这种 下跌当中的这种加速的状况 这些加速的状况更加坚强的去影响到我们将来对黄金的交易思路 就是逢高做空的这个交易的思路 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的图形 好 那再回来看到我们的内容当中 东京重 它是40点盘整 那交易当中有一些货币队在动 哪些货币队呢 我们会发觉 澳币会动 纽币会动 纽币会动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货币呢 日币也会动 日币也会动 这几个货币会动得比较凶 那 伦敦市场的行情会走大约100点的行情 往往都是趋势型的行情 伦敦时段 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这个行情进入到市场 开始进入就是交易员进入到市场形成 形成这种近多头寸或者近空头寸的时候 这个行情就开始走出了一波一波一波的走势 这是我们看到的它的一个一个状况 在这个时候我建议投资人不要去盲目的去抄底 不要去盲目说这是黄金底部 我去反做一点 不要这样做 因为黄金没这种特性 欧元对英镑有这样的特性 黄金没这样的特性 目前黄金没这样的特性 我们来看一下欧棒 昨天跟大家做了欧棒 做的位置是88.188 这个位置的欧棒 目前的小有获利 最大的时候获利了20点 那我们目标的是100点 那现在问一下各位同学 有哪些同学是有欧棒的这一单呢 有没有拿着欧棒这单的投资人呢 挂单挂在这交易到了的 我们看到Gracio Dabrake有这个欧棒的单 这个单我觉得 他在做的时候 你不需要去看这个模板 用B模板做就非常好 B模板做 然后四小时图 震荡到上边往下走 他进入到这个三区的时候 往下走 他是 但是有 同学说 有170的 也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170的这个位置上的这些位置都还不错 88.17 我们入场的位置就是88.188的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许可友 然后甘肃的蔡先生也有 这个单往下走 可能还会走一段时间 那今天发生反转的时间也是比较清楚的 就拿欧棒而言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前 我们发觉就是在欧洲开盘的时候 欧洲开盘的时候 他开始反转 平台上当平台走到这个时间点上的时候 他开始往下反转 他其实对应的伦敦时间 就是他的8点钟这个时间 这个行情开始动的这个时间点 我们还会看到说 张子佳这些同学也会有这个交易单 这些交易单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欧棒 再次回到我们的读情当中 那么每天当中还有一个时间段 就是纽约时段 纽约时段经常是数据行情 非常急的数据行情 特别是在晚间如果有消息出现 或者说有基本面的消息 或者说有讲话之类的内容出现的话 他的这种单了就会走的就会更加多一些 就走的会通常会120点 会通常会120点 这是一个修正行情 那在中间我们要看几个内容 在这里再看几个内容 第一个 当你知道了几个时间段行情的走势的时候 需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 我应该在哪个时段去做交易 就我的交易在哪个时段去做 我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投资人 这样你要清楚 有些同学喜欢做摆档 那就做在亚攀 喜欢做趋势行情 那就做在欧盘 那还有就是什么是点 什么是lot 什么是pips 这些都是你想了解的 还有一个水中才会学到游泳 这是我也给大家的一个 这是我给各位同学的一个忠告 就是好多同学说 Kamen老师我也想做交易 怎么做 我也不清楚 那中间需要去做的就是说 我真正去了解它 同时下到水中去做一个动作 枪枪水是正常的 枪水是正常 那forex trading is not get very quick 它并会快速致富 这是我们看到的 会交易它的一个特点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交易计划 昨天我们认为交易计划当中 美加去做它的破位空单了 美加暂时还没有入场交易 破位单了还没破下来 美元对加币仍然在高位整档 所以美加现在没有多条行情 在事上美元对加币 没有特别多的行情 那有时候问到欧元对瑞士法郎 我们来看一下欧元对瑞士法郎 我们还持有这一单欧瑞的单 那昨天持仓的欧瑞我们要把它做减仓了 现在只持着一单欧瑞的单 如果跑下来的话可以再空 但目前持有的一单欧瑞的单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 美元对加币 美元对加币这个货币对 我们是打算破空的 高空相对来说要点位要好一些 就是如果你空在1.3310这些 这些点位比较好 不足之处就是说 这行情确定度太差 这个行情的确定度太差了 所以没办法交易 那我是在中间选择了破位交易的方法 1.3250的这个位置上 如果它破位的时候 我就顺势去跟着去做一个破空的行情 所以美加勒会这样去做 今天的原油也是动的 其实今天动的最离奇的是中国股市 股市动的最离奇 原油在高位震荡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行情 还是在高位震荡 那原油回调 那美加可能又涨上去 原油继续看涨的话 那么我们发觉最近一段时间 美元也比较弱 那就会形成一个 美元加币相互比弱的一个环境 所以美加很有意思 当美元强的时候 所有的非美都跌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它的 美加也是呈现出一个 比较单边的情况 也是跟着跌 因为加拿大 可以说是这些所有货币队当中 最单个货币当中 基本面最差 最差 可但是我们发觉 原油还在节节攀升 美加也在攀升 就是一个有意思的事件 这也告诉我们 原油对于美加的影响力的 下降至少我们目前看上去是这样的 这是美元对加币 然后欧元对英镑的这个单 我们在中间昨天是说做的这个单了 有好多天做了 做了就持仓 最近几天行情不太好 不是单边行情 它是一些运行当中的反弹反转 或者反复的行情 它和 它和平常有些不一样 有些人问我A50的单子持有吗 我还持有的 当然还做了 美股的空单 一个一个的看 有问题 同学把它发到群里边 我们一个一个的看 因为最近可能问题也是比较多 在变盘当中 那有同学问到说 那天文老师 这个欧美怎么做 我觉得欧美是趋势性的 占上了1.630的这个关卡价位 所谓趋势性的 就是行情在 当然这个行情的设计 一个长短交易的行情 长短交易的行情 所谓长线交易 最近几天走的这个图形 是相对比较偏强的 但是又在大阴线的覆盖范围之内 这使得欧美在交易上 会有些不说明一点 我觉得个人来说 我暂时还会有低位去买入它 那在低位去买入它 那有同学说 凯文老师为什么不去高位去空它 因为空它 的确是在大阴线的覆盖范围内 有空的力量可能 可但是它空下去没有空间了 这个行情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欧元对美元的周线图 日线图行情是走了好多天 走过了4月 5月 走过了接近6月的全部 已经走了三个月 行情从1.24 落到了1.66 在这个过程中 它的 有个人非常细心 我们说 Kam老师需要充电 Kam老师需要充电 还有23分钟 请不出手到我的充电线 非常谢谢 对所以在中间在我们会看到 我们会看到欧元不太适合在这边做空 就即便有这样的交易机会 也并不合适在这里面去做这个空单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 所以我暂时不会去空它 当然有个人说Kam老师你是不是已经已有空单了 我们高位的空单我会继续的保留在那个位置上 不会动它 日内的时候如果有些多的机会了 我会去多上去 慢慢等一等吧 这个货币不是明星货币啊 所以这些行情 它是大格局和小格局交互排列 它不太明星 所以在这些时候操作了可能要谨慎一些 我今天在做的时候 我觉得跌到昨天的低点位置附近的时候 跌到1.163几或1.163几的时候 这些位置上的时候 我可能会做一些它的多单 因为日内交易它是偏多的 日内交易至少指标层面上 我们看到它是偏多的 所以我还是会用这种方法来去 来去做它 那这时候交易的位置要有些选取 位置不能够选得太高的位置 这是我们看到的 看到的这个图形 交易那些当中会对欧元有说明 好 欧元在这个大部分时间 徘徊在1.17关口价位 美元贸易战中心 持续了史上的青睐 再往上谈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 欧盟在中国重启 2013年一项投资协议 保持多变 认为是假新闻等等 那我觉得预阻下行 它的位置如果触及到前期高点 然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预阻下行的这些 这些动作或者说这些动力 那目前行情再往下走 目前行情再往下 甚至还出现了一些 小时图上的微星反转 四小时图上的双K反转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不太会在这边 新开入场的空单 这是整体的思路 不太会在这儿新开入场的空单 那英镑我们看到目前也往下走 中间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会看到 局部上美元走的还是比较强的 英镑也在往下走 欧元也在往下走 航行在做一些新的调整的调整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现在稍做一些耐心 因为我们在中间的有一些 在昨天的时候有英镑的多单 有欧元的多单在手里边 那当然也有高位的一些空单 很远位置上的空单也有 很远位置上空单也有 那也有最近的位置上 现在上面的0.3的空单 0.4的空单 包括我们下方的2的一个多单在这儿 就先保持这样的仓位 来去看一下 他之后怎么运行 有浮动亏损的这些投资人相对 有浮动亏损的这些 同学操作等待 看看他就你就守住指引止损就可以 不用再去做特别的动作了 好伦敦盘英镑跌至1.3320这个位置 跌到了1.3320的这个位置 我把电线插上了 谢谢同学的提醒 好的 好 走到1.3320 就是他的主力的关卡价位 那我自己英镑目前有一些浮动的亏损 英镑目前有一些浮动的亏损 好 好 一方 英镑目前英镑的持仓当中 最下边的英镑有大概1000多的浮动亏损 当然上边的英镑 0.31的英镑都有4000多的盈利 然后0.41的英镑有1000多的盈利 局部上有1300的亏损 所以我觉得英镑还可以继续持仓 等它再走一走 毕竟我们英镑持仓也并不多 第一次由于上边还有0.70的空单 下边有两手的多单 实际上这镜头寸只有1.3的镜头寸 而是相对比较少的一个镜头寸 所以英镑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地 朝着原有的方向去运行 那行进继续走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会看到黄金这个图形 黄金刚才我们说过黄金整体是看空的 而且在交易当中也做了空单 很多时候我们投资人在交易当中 他能够做到什么 他能够做到在交易当中入场 但他做不到在交易当中 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去出场和离开市场 所以这是很多投资人在交易当中 需要去做一些知情合一动作的一些 要去在这方面上去提高自己的交易的能力 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 所以黄金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整体片空的一个图形 这是黄金的四小时图的走势图的一个结构 黄金它的空单的位置是6月13号 6月13号的位置上 做这个高空黄金的位置 13号的12月13号的12月13号 大约这些位置上去空的6月13号 在这个位置上去做空的黄金 这是高位空的黄金 就跟大家一起来去分析一下这张图的走势状况 以及后续的黄金的运行的结构 我把第一张图发给我们的助手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 黄金在交易的时候有它非常重的支撑主力的关卡价位 上边的关卡价位我们很清楚 这个关卡价位的位置是1300的位置 这是我们说的黄金 黄金四小时 黄金四小时走势 那在中间上方有它重要的主力关卡价位 主力关卡价位存在的位置是在1300的位置上 1300整数关卡 整数关卡的这些位置 那在这个整数关卡没有没有将破未破的时候出现反转状况的时候 那我们就发觉了它的第一波行情 啪一下子这个就冲下来了 那这是我们从这些高位上第一波的下来 那从1298到1265 那目前的浮动盈利大约是400点 目前是大约是这么这么多的浮影 那中间才在这个交易当中 我们看到手数是比较小了 比较比较小了 其实手数小是因为我们在中间不断的去做一些 一些仓位的调整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在之前还做过一波单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去记得 我们还中间还做过的一波补单的动作 这波补单的是大约是从1280的位置上 然后再去做到了1270的位置上 那当然目前而言 新的力量又破位而升了 那在今天的时候行情破位低点 破位到了1265的下方 破位打开新空间 所以在明天后天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这个行情还是要去继续去执行这个交易 大家继续去风高去做空黄金 黄金是在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上的 比较 比较理想的一个货币 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的图形 同样我把它也发给 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的图形 还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交易的结构 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的走势 然后再来看一下其他单向货币的一些运行的状况 美元对日币目前的报价是109.72 我们之前做空了美元对日币是在50的位置上做空了 那行情还在震荡当中 有特别多走势出现 美元对瑞士法郎从高回落 走到了一个第一点上来 美元对纽币 行情真是走得有点有意思 在之前的时候 本周的时候我们预想到这个行情可能会走出一些反转啊 什么这样的行情 可但是在今天的时候 这个行情又出现一些反复啊 建立底部和顶部的时候 往往这个行情就会走到走出一些这些走势 我觉得先持仓就可能 那有的人问到说欧元对英镑 欧元对英镑的这些交易的单 他可不可以做多啊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自己也做了多了 但是这个行情又走得有些急啊 也走得往下急 所以今天大家就不要去冲进去了 那已经冲进去的那就继续做 没有冲进去的这些交易 这些交易者就太感激了 看看有没有更好一些的图形 就像这个下跌下来 他能不能走一个停顿啊 或者什么样的 再把这个多单去入场入进去 因为毕竟现在有这一些浮动亏损的时候 就不太合适再在这个位置上去做加码动作 这是我们看到的他 来看一下这些其他的币种当中的欧元对日币 走的也是非常的震荡 几乎没有特别多的行情 欧元对英镑啊 走在之前的时候 我们说他震荡下行啊 也做了单的 行情在这个位置上还是在构建他的顶部 这个还是在构建他的顶部的图形 没走出一个特别的一个走势 欧元对澳币 欧澳倒是也是一个可行的一个货币啊 重新 欧澳在昨天晚间的时候破位上行 欧澳破位上行 今天在这个图形当中 欧澳又开始回到这个位置 欧澳还可以再做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做欧澳也是做的非常的理想 做的非常理想 包括之前我们做欧澳从1.54 然后跑上来的这个欧澳 那在今天的时候欧澳的止盈止损单 我觉得要做一些调整 把欧澳的这个止损单调上来 调到我们的这个1.56的这些位置上 我也把这个这个单的这个讯息的发到我们的喊单群里边 让这些其他同学能够把这个单去做一些调整 我们同学也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这样的调整 也去做一些这样的这个这个调整的动作 这样的仓位调整动作 另外欧元对澳币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补补单也可以 实际上中间有几次补单的机会 我们中间欧澳补单补的少 这些品仓品的多补单补的少 这些位置上还可以补一些欧澳的多单进去 澳币往下走 可能还有一波行情 欧澳依据交易系统是在这边补单是 还是可以的 假设行情去冲击前期高点的话 那现在还有大概300点行情去去运行 那这个位置当然也有投资说 凯文老师他是不是支阻互换的位置 前期这个支撑位 现在的阻力位所处的位置 也有可能 大阳线冲击关卡而不过 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 在这儿出现一些 反降下来的一些动作 慢慢看一下 单纯移动交易系统也可以 好这是我们看到的欧元对澳币的图形 依据交易系统就单纯的做多 然后来看一下 欧元对加币的单 这些就是这些就是交叉盘当中这些 我就建议大家多依据交易系统做 进入到这个区间里边就去做单 回到一些低点就去买入 都是些不错的行情 包括我们现在回回回来 然后涨涨涨涨上去 这是欧元对加币 往上走有70多点 现在冲的稍微有些急 现在冲的稍微有些急 我们短线上如果找一些反转 反复的行情就可以切了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位置往上移动一些 这个它的做一个日内的破位单 就破一根15分钟图上的高点 它的位置是1.5518的位置 往上再走一些 破位的位置 我们把这个止损放置在 给它一个大约60点的止损 把这个单也可以下进去 这是一个挂单交易 质量我觉得还不差 这是我们看到的欧元对加币的图形 我们没有采取直接入场的方式 因为它下跌的比较急 但是我们采取了间接入场的方式 行情反转下来的时候 然后再去做 贵时可以听到声音了是吗 这是我们看到的他 那欧元对纽币 我们有着欧元对纽币的空单 四小时图上欧元对纽币的空单已经建立 欧纽目前四小时图上连续两次去点次高点 点次而不过 现在就点次不过 点次不过 重新在这个地方点次高点 我倒觉得欧纽这波行情 嗯 那只只看吧 因为它大阳线拱过来的嘛 看他一会儿怎么办呢 美元对瑞士法郎 我依然保持一个空的看法 即便说中间有一单止损掉了 我还是认为它是一个偏空的看法 也并没有产生特别多的变化 因为行情是这样指引的 那1.15的这个位置上在这边坐 或者说它有破位的话 再去追这个破位单位也都可以 那目前的状况它是1.1533 欧元对瑞士法郎 这个单我觉得拿住就可以了 指引止损设好拿住就好了 英镑对纽币来看一下 棒纽目前是在一个震荡当中 有些许的亏损 当然因为仓位特别小嘛 也没有特别多的 也没有特别多的大碍 棒纽 零点棘手的这个交易 大概183的一个浮动亏损 你再走一走 棒澳的图形 我们现在没有棒澳 手中没有棒澳的持仓 展示没有棒澳的持仓 棒澳看主要 其实主要还看澳币 棒澳主要是看澳币 如果澳币在这个时候走出 反弹行情往上走的时候 棒澳就反转 目前我们看到棒 棒本身没有特别的行情 澳币也是冲高线的回过 回到直升主力位上 我觉得在这个图形当中 我觉得在这个图形当中 澳币整体是运行在一个 大型的 一个交易的一个级别 澳币可以在这些位置上 可以去逢低去买入它 甚至破位 破多去买入它 破到75位置之上 所以去破位买入它 也都是可以的 好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些提问的环节 有问题同学可以向我提问 同时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这是我们的官方 官方微信 扫描二维码 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我看一下各位同学的问题 有些人问到说 再看看牛美 牛币对美元 牛币对美元 我自己的是有牛币对美元的多单 它的位置是在 0.6980的位置 那有同学问到说100点止损太大了 我 本身建立抵单的时候可能需要的止损也比较大 当然有同学说 我设置更小的止损 那没问题啊 那你需要找到更好的入场点位 那就止损而言要止损到它的反向去 所以我是这样觉得 有些人问到黄金可不可以1261多黄金 黄金目前整体的这个趋势还是比较强的一个下降的趋势 所以1261的多黄金我不太赞成这个 因为它空的比较清楚一个空 还是在高位上去从高去做空 它是比较顺的一个格局 现在也没到关键关卡位 也没有基本面的推动 各项的事情当中都认为黄金不会反转 但是你要黄金做多 我觉得是不是特别恰当的 那中间有同学问到说 Kam老师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去做这个牛币的 做这个牛币的这个止损是不是有点太远了 大概100点去建立底部仓位 是因为它需要这些点位 现在如果做单的话就不需要100点了 但是它的止损还是前低之下 止损大概50点 如果现在做牛币在0.6871的位置上买入的话 它的止损点就50点左右就可以做到这笔交易了 有人问到傍日的空单是否可以持有 我们的傍日的空单还在持有当中 之前的时候在本周周初的时候 傍日在这里面去做了一些减仓 现在整体的仓位0.31手也并不特别多 所以我觉得傍日还可以持有 因为已经减去好多仓位了 都没问题 现在就把它当成底单看待 有同学做的 欧元对瑞士法兰斯在1.15的位置上 1.15的位置上做了欧瑞的空单 我觉得这些空单守住上方止损 止损位置可以摆在1.1570左右的位置 1.1570左右的位置 或者摆得再远点的话 摆在1.1650的位置上 做它的这些空单就可以了 美瑞的多单 我觉得美瑞的多单 现在这个行情上倒像是美瑞多单 就美元的这个多单开始发力的一个样子 像是往上走 做四小时图可以去做一些美瑞的多单 也是合理的一个交易 甚至不排除 现在就入一单也都可以 现在就入一单 美瑞的多单也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同学也是说的比较不错 我们在这边入一些美瑞的多单 止损值在它下方是7550左右的位置 止损位置摆在上方的 好 我们现在约定 先假设来看它 止损值损调到大阳线的底端 止损位置 如果各位同学去设置这个单的话 可以去做两单 就是做两单 一单在这个位置上 有些说止损止损的位置 比例对比不对 那第一单可以止损止损 在我现在鼠标所指的位置 那中间不要去全止损 而是做一个 而是说去做一个动作 就是我去在这个位置上先平一平一面 那另一个位置 小货是出现在这个大阳线往上再走一根大阳线的位置 就是拓展位的1.5倍的那个位置上作为它的获利满足点 这是我们在这儿看到的这个货币对它运行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美瑞在这个地方去多 它也是合理的 我们注意到欧元对加币的这个单了 被执行到了 点到之后执行到了 欧加点到之后执行到了 所以我们欧加了也开始去入场了欧加的单了 刚才的欧加挂单交易在现在破位下行 欧加就做到了 所以这个单我觉得是可以做的 那行情可能会走出一段 这是欧加的单 我觉得欧加这单 这个今天这些是我们课堂上的这个单了 欧加这单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单了 可能行情会继续去 可能继续会走一段行情 欧元对加币 美加也不太乐观 看看美加能不能破位到下面 其他同学还有问题吗 有问题我们还可以到我们的群当中去提问 我们今天的密码是 我爱学交易 老师辛苦了 谢谢各位同学的参加 我爱学交易 老师辛苦了 祝各位同学们交易顺利